女人从洞口快速惊恐地爬出 不料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同人怪物 就堵在他想通过的门口 女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一愣 只见他往左边缓慢移动了一下 没想到怪物竟跟着他走 女人又往右边踏出了一步 怪物依然跟随他的脚步向右移了一下 女人觉得很奇怪 怎么这个外星人是学人怪吗 不管他怎么移动啊 怪物就要学着走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啊 女人决定奋起反击 他猛地抄起前面的支架向怪物挥去 结果却被对方一拳打晕了过去 在女人昏迷不醒的时候 怪物就学着他的样子在旁边躺下 还面对面地盯着他看 等女人醒来的时候 怪物依旧有模有样地学着他的动作 反正一举一动都跟他完美同步 女人吓得赶紧起身 然后拔腿就跑 朝门口狂奔过去 可惜他还没出去 就被同人怪死死地压在身下 不能动弹 女人拼命反抗 但无济于事 反而被对方越压越紧 在强大的挤压之下 他再次昏睡过去 之后就连女人倒地 怪物也跟着一起 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再次苏醒 旁边的怪物还是一样和他同步 因为在背后 女人没有第一时间看到 此时 他已经被折磨得头破血流 稀里糊涂地起身之后 才发现怪物还在 女人不仅感到非常恐惧害怕 并意识到 怪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模仿自己 就连呼吸频率也在跟风 女人抓住这个特点 当即心生一计 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只见女人慢慢地靠近自己的背包 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 从包里拿出了一瓶白鳞蛋 缓缓地放在怪物的手里 不料 他们接触的一瞬间 怪物开始发生变化 全身上下 竟然渐渐变成了女人的样子 女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感到不可思议 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照镜子一样 原来这种外星人怪物 有复制人类DNA的特异功能 显然眼前这个怪物 就完美复制了对面的女人 女人手臂上长出植物 她意识到自己即将变成树人 于是默默地走进花园 等同伴来找她的时候 发现女人已经变成了植物人 周围还有很多类似的树人 一年前 一颗巨大陨石撞上灯塔 虽然没有发生爆炸 但产生了一种不明液体 最后形成五彩斑斓的光圈 并且一直在向外扩散 如果不阻止 整个美国都将被吞噬 于是官方派特种兵前去调查 诡异的是 几百人相继前往 却无一人生还 就连无人机也是有去无回 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 官方对此束手无策 不料一年之后 其中一个士兵突然回来了 妻子丽娜喜机而泣 但回来的丈夫像是变了一个人 不仅失忆了 还患上了重病 只能被送进医院隔离治疗 丽娜为了找回病 因挽救丈夫 决定亲自去那个地方 查明真相 她本来也是一个生物学家 跟她随行的还有四人 有物理学家 医学博士等 他们进去之后发现 指南针和所有通讯设备 都在这里通通失效 他们继续深入调查 发现士兵们留下的摄影机 打开之后被里面的录像吓到头皮发麻 只见丽娜的丈夫凯恩 割开了队友的肚子 实在是太恐怖了 无人没看完 就关闭了录像 晚上丽娜和同伴放哨的时候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另一个同伴的惨叫声 丽娜从夜视镜里看到她正在被野兽攻击 三人赶紧拿枪追击 同伴和野兽却消失不见了 她的死让剩余四人感到胆怯 有人提议回去 但也有人拒绝 他们继续向灯塔前进 丽娜在路上发现了两只奇特的鹿 他们鹿角上竟长着梅花 像树枝一样 其中一个身上直接长了植物 他们还在草丛里发现了很多人形树 不知道是树长成了人形 还是人变成了树 晚上黑妹发现自己的掌门竟然在变动 这让她更加恍惚不安 以至于彻底失去了理智 趁队友睡着之后 绑架了他们 原来黑妹害怕队友是其他人变的 怕以后被割肚子 于是先下手为强 要割一下他们的肚子验证一下 此时外面传来失踪队友的呼救声 四人听到之后 面面相去疑惑不已 黑妹拿起武器跑出去查看 几分钟之后 却是一头恐怖怪物慢悠悠地走进来 被绑的三人瑟瑟发抖 原来怪物吃掉队友之后 融合了他的基因 从而发生了变异 能模仿队友的声音 刚才的呼救声就是他发出来的 卷发妹被吓得哭了出来 声音惊动了怪物 他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在了卷发妹的肩膀上 而他只能强忍着剧痛 不敢发出更多的声音 危急时刻 受伤的黑妹反了回来 一枪打中了怪物 他被彻底激怒 朝着黑妹一个冲刺之后 将他扑倒在地 可怜的黑妹就这样 死在了怪物的嘴下 还没等丽娜挣脱束缚 怪物转头就把他当成了下一个目标 好在卷发妹已经拿起武器反击 一通疯狂射击之后 怪物终于领了盒饭 不幸的是 被咬的卷发妹 第二天发现 手臂上长出了植物 意识到自己命不求已 他默默走进了花园 随后也变成了树人 现在探险小队只剩丽娜和博士了 丽娜收拾好心情 向灯塔走去 准备跟博士会合 女人口中喷出一束绚丽的强光 面前的同伴看到之后都惊呆了 只见女人依然仰头张大嘴 源源不断地喷发出发光流体 直到把整个人都燃烧殆尽 随后这些光点聚集 形成了一个神奇的流动球形舱 丽娜忍不住被吸引着上前查看 仿佛里面有股魔力一样 下一秒 她被吸走眼角的血滴 这滴血进去之后 立马一分为二 紧接着二分为四 然后裂成了无数细胞 最后组成了一个人形生物 丽娜这才猛然回过神 向奇怪生物不停开枪 结果对她根本无效 怪物甚至走上前一步 丽娜见状赶紧转身逃离 两个小时前 丽娜刚进入灯塔内 就看见一具被烧毁的尸骸 里面还放着录像机 丽娜打开一看 竟然是丈夫用白鳞蛋自焚的话 丽娜彻底愣住了 如果这个是丈夫 那么回家的那位又是谁呢 不料这时录像里出现了一个人 和丈夫长得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丽娜钻进陨石杂春的洞里 想一探究竟 正好碰到了博士 但她却不敢靠近 因为博士正自言自语地 说些奇怪的话 然后就被强光吞噬殆尽 为了躲避人形生物 丽娜从洞口爬出逃离 结果对方早就站在外面 而且还模仿她的一举一动 丽娜和怪物纠缠了好久 才找到解决办法 她拿出一个白鳞蛋 放在怪物手里 谁知他们接触的一瞬间 怪物竟变成了丽娜的模样 丽娜虽然震惊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逃离这里 她拔下安全栓后 趁其不注意赶紧逃走 克隆体被瞬间点燃 丽娜也成功地逃出灯塔外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结果 实际情况让人细思极恐 其实在接触的那一刻 丽娜就被完美替换了 两人的灵魂和意识 顷刻间被转换 留在塔内的丽娜 自知无法逃走 于是坦然接受死亡 燃烧的她抚摸了一下丈夫的尸骨 并决定摧毁这个外星人的巢穴 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将塔内的寄生生物全部点燃 然后拼尽全力爬进洞口 点燃里面的母体舱 从而成功地击毁整个光圈 阻止其蔓延 灯塔及其附近终于恢复了安全 但事实真的安全了吗 逃出去的丽娜和丈夫 都是寄生在人类身上的克隆体 他们有着非常高端的基因复制技术 以及和AI相媲美的学习能力 要不了多久外星人就会替换所有人类 从而掌管地球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烟灭》 是一部比较烧脑的科幻惊悚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这是一条运气的 是一条运气的 令人类的 但是 boiling阻似的